我們接下來來談所謂的Booling Logic Booling Logic Booling Logic可能是基於我們剛剛說的電腦裡面只有1跟0 通常我們用1來表示True,0來表示False 我們現在希望呢 剛剛我們談的都是所謂的數學的操作 數學的操作 數係 就是說如果我用1跟0的Bitchtrain來表示數字 我怎麼樣對它做運算 那我們現在來談邏輯的操作 Booling Algebra是一種邏輯的代數形式 一個叫做George Bull 他所設計出來的 其實他碩士論文 這大概是在電腦科學界裡面 影響最深遠的一篇碩士論文 好 在這個所謂的Booling Algebra裡面 它會有所謂的Booling Variable 就是一個變數 那因為你這個世界裡面只有0跟1 所以每個變數也只能變成0或者是1 你只能取值 變數的取值就只能取0或取1 那基本的操作有三種 AND、OR跟NOT AND、OR跟NOT 接下來我們會來看一下這三個基本的操作 我們先來看NOT NOT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Compliment 基本上大概同一件事 也就是說如果你本來是True True的Compliment True的NotTrue就是False NotFalse就是True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的X X是變數 一個Booling Variable 然後它只能取值 True或者是False 如果X是False 那麼NOT 就是True 如果X是True 那麼NOT 就是False OK 這應該蠻容易理解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1 表示True 0 表示False 所以NOT NOT 就是1 NOT 就是0 OK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Compliment 基本上同一件事 那在代數上還有很多種表示的方法 一種在上面加一個橫槓 叫做X bar 這叫NOT X的意思 或者是旁邊加一個PRIME X'也是NOT X的意思 那麼有時候也會用所謂的Logic Gate 表示法 當我畫一個電路圖的時候 我會用呢 右邊你看到那個三角形前面一個圓圈 那 我們的 變數X呢 是在 就相當於它的輸入 也就是說呢 X從這邊進去 經過這個NOT GET之後呢 產生出來就是X bar 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這邊是0進去 這邊就1出來 這邊如果1進去 這邊就0出來 我大概在1 那上面這個是 像是我們叫做 Expression Expression 是代數的一個 代數的一個 代數的一個 表示式 代數的一個表示式 那這邊我們稱為一個 Logicate 邏輯閘的一個 圖式 如果你要畫電路圖的時候 會用這個 如果你要寫這個 Booling Integration的時候 你會用這個 OK 好第二個我們介紹是and 介紹是and 那 And呢 是一個 2Variable的一個 function 也就是說它的輸入有兩個 Boolean Variable X跟Y X跟Y都是 Boolean Variable X跟Y都是 Boolean Variable 所以每一個 Boolean Variable 只會有兩種可能 0或者是1 那有兩個 Boolean Variable 只有四種可能 就下面對應到這四種 兩個都是 False 或者是X False Y True 或是X True Y False 或是兩個都是 True 那 End的結果呢 必須要兩個都是 True 才會是 True 只要任何一個是 False 結果就會是 False 那一樣我們有 Logic Gate的表示法 這是 End的 Logic Gate的表示法 然後這個是 End的一個 Logic Expression 就是 X 點 Y 或是 XY 有點像乘法 有點像乘法的感覺 因為你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X End的 Y 結果會是 1 只有當 X跟 Y 都是 1 的時候 那乘法的話 只要任何一個是 0 乘上 任何一個是 0 乘上 0 都變成 0 什麼時候會是 1 的時候 當兩個都是 1 的時候 乘在一起才會變為 1 所以我們很像乘法 所以我們用 乘法這個符號 就是點 或者把它直接放在一起 就像 X 乘以 Y 的感覺 用它來表示 End 但還有其他的表示法 比如說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表示法 一個向下的帽子 X End的 Y OK 那 End 在邏輯上 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比如說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用到這種 Logic Expression 比如說 你要使用者輸入他的生日 在 Check 月份的時候 你不需要 Check 呢 他所輸入的月份呢 是不是介在 1 到 12 之間 所以你就會去 Check 說呢 M 小於等於 1 而且 M 要大於 說錯了 大於等於 1 M 要大於等於 1 而且 M 要小於等於 12 就是要確定使用者輸入的月份 M 是介在 1 到 12 之間 這時候你會用 End 來 結合這兩個判斷 那如果前面這個 不等式判斷結果是對的 那它就會變成 1 就 Evaluate 成 1 如果是錯的 它就會 Evaluate 成 0 那你就可以用 這兩個 End 來判斷 是不是這兩件事同時成立 要同時成立 整件事才會成立 這是 End 的基本的意義 比如說當兩個都是 1 的時候 結果才會是 1 只要任何一個不成立 結果就會是 0 OK 好 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是 1 這邊是 1 的時候 這邊才會是 1 只要有任何一個是 0 這邊的結果就會是 0 OK 那 All 呢 就在這個字面上 就是或 只要任何一個成立就會成立了 除非兩個都不成立 要不然呢 它就會成立了 OK 那 All 呢 在 Logist Position 上面呢 我們就用 S 加 Y 或者是呢 這個 X 向上的帽子 Y Logic Gate 表示吧 像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 All Gate 那我就像我剛剛說的 Or 也是個 Two Variable Booling Function 只有當呢 兩個都是 0 的時候 才會是 0 剩下的呢 都會是 1 任何一個是 1 它就會是 1 Or 就是只要有一個對就對了 好 那如果在這個 這個 Real World 你寫程式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用到 All呢 比如說你要判斷呢 一個人可不可以用優待票 那 Y 呢 是他的年紀 那你要判斷 我告訴你這個人的年紀 Y 你怎麼知道呢 它是不是可以用優待票 那基本上呢 它要不然呢是 小於等於12歲 或者是呢 它大於等於65歲 這兩個條件呢 任何一個成立 因為這個前面的條件成立 它是小孩子 後面的條件成立 它是老人 任何一個條件成立呢 它就可以用優待票 那這個時候 你會用到類似 Or這個 這個 Logical Function 基本上只是 任何一個條件成立 就成立了 那 End 是兩個條件 都要成立才會成立 任何一個條件不成立 結果就不成立 OK 它這是三個 最基本常見的 Booling Function Not End 跟Or 它們的定義 跟它們的符號表示法 OK 那跟大部分的符號一樣 在這個代數的世界裡面 我們通常會去規定 符號的優先權 就很像我們在 這個數字的符號的代數裡面 我們會規定呢 先乘除後加減 也就乘除這個符號的優先權 大於加減 那一樣呢 我們會規定 Booling Variable 或Booling Algebra裡面的 Not End 和Or的 這個優先權 不過個人選擇不去記這個 那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這個是我們規定的優先權 那 跟大部分的情況一樣 就是說 建議你用刮號把它刮清楚 不要假設呢 這個其他的Programmer 記得優先權 你就用刮號刮清楚誰先算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 就把它記下來 OK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 一個Booling Function 就是有 Booling Variable跟 這個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三種Operation and or not 所構成的 這叫一個Booling Function OK 好 一個Booling Function怎麼定義 在我們看Booling Function怎麼定義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平常我們的代數世界裡面 我們怎麼定義 Function 其實定義 Function 有很多種可能的方式 常見的有三種 對不對 第一個呢 你去描述它 用文字去描述一個函數 也比如說呢 我們說呢 這個 這個 Square of x-1 這個函數 這是用文字描述它 或者你用代數描述它 就是x平方-1 就是代數描述它 那第三種我們比較少用 就叫窮舉法 我們把所有可能的 這個 input 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來 再把它所有的輸出的可能性 對應的輸出呢 都列給你看 窮舉法 可是有些時候 某一些函數 可能不方便 用代數的方式去呈現它 比如說 如果我們一個函數呢 這個 輸入x 它會告訴你呢 第x個月的天數 這個是我們用文字描述嘛 對不對 文字描述這個函數 就是輸入的是x 這個函數 會告訴你呢 第x個月的天數 我們講平年 我們講平年 非潤年 這個東西怎麼用代數表示 就變得很麻煩了 可是用窮舉法其實就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12個月嘛 我就把12個月所對應的天數 都列給你看 所以不同的函數其實呢 會有不同的適合的表示法 窮舉法 並不表示完全不能用 比如在這個例子裡面 窮舉法說不定比代數表示法呢 來得更簡潔 原因在於說 它的這個 domain是有限的 輸入做12種 那其實是有辦法窮舉所可能性的 OK 同樣道理 所以在bling function裡面 在bling algebra裡面 定義函數的時候 窮舉法其實是一種 蠻有效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一個變數只有兩個可能性嘛 0或者是1嘛 兩個變數只有四個可能性 三個變數只有八個可能性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就直接把 這所有可能性 所對應的輸出都告訴你 我可以用窮舉法來定義一個函數 因為我是有辦法窮舉它的 好 那在bling algebra裡面呢 用窮舉法所定義的函數呢 我們叫做 true stable true stable 其實就是bling function的窮舉法的定義 就是我把所有的輸入的狀態 所對應的輸出都列給你看 OK 所以它是在描述bling function的一種窮舉法 大概就是這樣 那下面這個例子是這個 x&y x&y x&y的true stable 你看到了 x&y有四個可能性 001 1011 那x&y呢 只有當兩個都是1的時候 所以它會相乘 0乘以0會是0 0乘以1是0 1乘以0是0 1乘以1是1 所以這四個可能性我列給你看 x&y的true stable就長這樣 它就完整的定義and function 因為and沒有其他的可能的輸入了 所以呢 and function的這個功能呢 我利用true stable我就完整的告訴你了 OK 那你也可以用描述的方法去表示它 OK 那如果用代數的方法表示它呢 就是說呢 f 等於xy 這個就是代數的方法 OK 那這個是它的窮舉的方法 就叫true stable 好了 我們知道定義函數呢 我們剛剛講有幾種方法 要在描述它 要不然代數 要不然用窮舉法 那我要證明兩個函數相等呢 當你用描述的方法 你沒辦法證明函數相等 可是如果你用代數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有些代數的法則 可以去證明兩個函數相等 比如說 我可以用代數的法則 去證明呢 x加1乘上s-1 會等於s平方-1 首先呢 我用這個分配率 然後分配完成完之後呢 再把兩個x消掉 我就可以得到了 證明說呢 s加1乘s-1等於s平方-1 我只是用代數的方法 去證明兩個函數相等 那我也可以用窮舉法 證明兩個函數相等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來 發現這兩個函數呢 在所有可能性之下 都長得一模一樣 我就可以證明這兩個函數相等 我前提必須是說 你有辦法窮舉這個函數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當然是不可能 因為你有無限多個可能的x 對不對 可是呢 在Bullin-Argeo法裡面 窮舉法就是可能的 所以它證明兩個Bullin-Argeo法 Equivalent 你其實可以用代數的法則 去證明它 你也可以用窮舉法去證明它 我們現在看代數的法則 那這是我們常用的一些 這個Bullin-Argeo法的代數法則 那我想先看右邊這一邊 右邊這邊比較直覺啦 比如說s加y等於y加x 這應該叫做交換率嘛 對不對 就是把這個兩個 這個Operent的順序 交換的結果是一樣的 下面這個應該是結合率啦 我沒記錯的話 就是x加上瓜弧y加z 會等於 瓜弧s加y加z ok 好那一樣呢 我們會有交換率 乘法的交換率跟結合率 ok 好那下面那個應該是分配率 x乘以y加z 會等於sy加z 這個應該跟 一般數學的代數是一模一樣的 就交換率結合率跟分配率 應該都是一樣的 好那 特殊在這個Bullin-Argeo法成立的 一些代數的法則呢 還有左邊的這一些 上面這一堆呢是加法的 下面這一堆是乘法的 他們有一些對偶的關係啦 第一個呢 xor1一定是1 為什麼 因為 or意思是說 只要有任何一個是1 結果就會是1了 那不管x是什麼 我已經知道呢 右邊那個是1了 所以結果一定會是1 所以xor1一定是1 那xor0呢 就是x本人 因為那個0已經不可能是1了 所以xor0的結果呢 就完全depend上x是1還是0 x是1他就是1 x0他就是0 xorxbar呢 一定是1 為什麼 因為x跟xbar裡面一定有一個1 一個0 那1跟0 or起來一定會是1 OK 就上面這一些呢 應該還蠻直覺的 那下面這三個呢是乘法的 對喔 xand1呢就是x 因為x是1 結果就是1 x是0 結果就是0 xand0一定是0 為什麼 因為呢 and要是1 必須要兩個都是1 那已經確定了右邊那個是0了 所以不管x是什麼 結果一定都是0 那xand sbar呢 一定是1跟0做and 結果一定是0 OK 好 那這些應該都還蠻容易 並不難 那比較特殊的是下面這個 這個是布林阿久保裡面 特殊的一個代數的法則 叫做Demorgan Law Demorgan Law 這個其實也不算太難記 不算太難記 那怎麼證明你其實用true stable 就可以證了 如果有 我們試試看 順便我們練習一下true stable 我要證明Demorgan Law 上面這個 那我就把XY 四種可能性列出來 00 01 10 11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Sbar會是什麼 1100 這一行的 complement 那Ybar呢 110 110 那Sbar 或Ybar呢 把這兩行 OR起來 所以這會是1 這會是1 這會是1 這會是0 對不對 只有當兩個都是0的時候才會是0 好 所以我們知道這四個可能性的時候呢 Sbar或Ybar呢 會是110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X&Y X&Y就是這兩行and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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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X&Y的bar呢 就是J 就是 嗯 OK 0 0 0 1的bar就是1110 對不對 那1110是不是就跟Sbar 或Ybar那一行110 一模一樣 那表示呢 在四種可能的輸入狀況之下 左邊跟右邊的函數都會給你一模一樣的答案 你就可以證明左邊等於右邊 我們叫等價啦 所以他們形式看起來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等價的 因為呢 不管你給他什麼樣的輸入組合 他們都給你一樣的答案 所以其實同一個函數 只是看起來形式不一樣而已 OK 所以我們要證明兩個函數等價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邊 我們列了所有的代數法則 來證明兩個函數是等價的 OK 好我們接下來做一些練習 用代數法則來證明兩個 Booling function是等價的 或者是說呢 簡化Booling function OK 好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Booling expression 是A&B 或A bar&B 我想要簡化它 那我可以利用上一頁 我們所介紹的任何一個代數的法則 一樣考試的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用這一頁投影片裡面 任何一個代數法則不需要證明 反觀講你要用一個代數法則 不在這一頁投影片裡面呢 你就需要證明 因為呢 我不知道你說的這個法則是真的還是假的 OK 可是呢這裡面的法則呢 你不需要證明 因為我們這邊呢 公認它都是對的 OK 好 那我怎麼樣從這一個Booling function出發 想辦法去簡化它 就是找到一個跟它一模一樣 功能一模一樣的Booling function 可是它比較簡單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證明兩個函數呢 Equivalent 比如說呢 我會找到一個比較簡單的形式 來描述呢 同一個功能 OK 然後我們把它稱為說 這個函數的一個簡化 好 好 那我們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可以把B提出去 可是要分配率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對不對 我把B提出來 你們兩個都有B吧 我把B呢提出來 好 前面那一個呢 A or not a A 我們知道呢 一定是一個1一個0 那結果一定會是1 所以呢 前面這個A or not a呢 就是1 E and B E and B 的結果就會是B本人 OK 所以呢我會發現呢 這一個Booling function 其實就是B 我們把它稱為所謂的 這個 這兩個函數是Equivalent 因為呢 他們的功能一模一樣 因為在所有可能的輸入之下 他們應該給你一模一樣的答案 所以呢 如果你只看輸入跟輸出 你是區分不出來 這兩個函數有什麼不一樣的 可是他們Booling expression 代數的形式是不太一樣的 上面那一個 明顯的比下面這個要複雜很多 你會發現A根本不重要 在這個Booling expression裡面 只有B扮演的角色 輸出本身就是B本人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為什麼需要做這個事呢 因為 透過這些Booling 這個Booling 這個公式啦 透過這些公式呢 我們可以把一個Booling function的簡化 那Booling function簡化之後呢 通常帶來好處呢 第一個呢 他可以用比較少的resource 達到同樣的功能 第二個呢 他通常呢 會可以計算的比較快 我比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就不需要去執行 Not End跟Over 你直接就把B呢 拉出來當你的輸出就好 我說簡化以後的函數呢 通常第一個呢 他會計算的比較快 第二個呢 他通常用到比較少的Logic Gats 比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你根本不需要用任何Logic Gats 就直接把輸入B 直接拉出去當輸出就好 那上面的例子裡面呢 你要用兩個End gate 一個Not gate 跟一個All gate 你會需要四個電路 才能夠做到這個功能 下面這個例子裡面 你一個電路都不需要 所以Booling function的簡化的目的 就是呢 在加速整個運算跟減少 Logic Gats的使用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用這個 True Stable去證明他 我們只要把所有狀況列出來 發現呢 上面這個函數 所得到結果 跟下面這個函數得到結果 在所有可能性之下 都一模一樣 你也可以說這兩個人是等價的 OK 不過考試的時候我通常會要求 你用True Stable證明他 還是用這個 Booling Algebra證明他 好 第二個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有時候這個證明不是那麼的直覺 但我們這邊舉的例子都還蠻直覺的 OK 好 這個例子怎麼證明 好 一樣我們可以呢 用這個分配率 我們把這個AB提出來 OK 然後這兩個A&A 其實就是 就是A啦 這我們算應該沒有講過 不過呢 應該也不難理解 對不對 然後E or C呢 就是1了 所以呢 AB and E呢 就是AB OK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AB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些 我們剛剛所介紹的這些 Booling Algebra的一些 rule 可以呢 簡化這個Booling Expression 就像我們講的 他可以通常呢 得到一個比較簡單的Booling Expression呢 表示呢你可以比較快的算他 表示呢你可以用比較少Logic Gats 來實作一模一樣的功能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Demo跟Low的一個 用途 Demo跟Low你有時候可以用來簡化函數啦 那 這邊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那兩個Demo跟Low 那 右邊呢是他對應的Logic Gats 那上面告訴你NotEnd嘛對不對 就是 這個NotEnd其實也叫Nand 這個也叫做Nand 那這個叫Nor 這個就是NotEnd嘛 那這個呢就是NotOr 也就是先做End再做Not 這是先做Or再做Not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先做一個End 這是一個EndLogic Gats 前面一個圓圈表示Not的意思 圓圈表示Not 你要記得的話 NotGate是這樣畫 很多時候我們就用圓圈表示Not 所以這是把A跟B先做End 再做Not 得到結果是Y 下面這個是A bar跟B bar去做Or OK 所以我們說這兩個是等價的 那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看上面圖跟下面那個圖 你可以想成就是 把上面那個圖的前面那個圓圈 把這個圓圈往後推 A 推到A跟B來 然後呢 把這個Logic Gats 從End變成Or 你用這樣去想它 所以說呢 上面這個呢 把前面的圓圈往後推 所以圓圈跑到後面去 那這個Gats呢 必須要從End變成Or 一樣道理 下面這個圖 你把這個圓圈往後推 然後呢 把這個Gat 從Or變成End 所以這兩個都是底摩跟Log 都是底摩跟Log 都是底摩跟Log 這邊是我剛剛所講的 底摩跟Log 差不多就是 視覺上你想像它 把 輸出那個圓圈往後推 就像在推泡泡一樣 然後呢 推過去之後呢 那個被推進去的那個Gats呢 要變形狀 End變OrOr變Not End變OrOr變End 大概就這樣 剛剛你也可以把後面的圈圈往前推 兩個圈圈變一個圈圈 那一樣道理呢 被推進去的那個LogicGats呢 要改變形狀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說呢 你可以用 這樣的視覺化的方法 想辦法去簡化這個電路 我去推圈圈 推圈圈 那你要記得兩個圈圈 如果連在一起 那兩個圈圈就消掉了 因為負負得正 OK 我們用這個作為例子 這是一個LogicGat 它這個LogicGat在做什麼 A跟B呢先做 Nand C跟D做Nand 結果呢 再去做Nand 結果會變成Y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把玻璃圈圈圈寫出來 這個Y應該會等於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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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面的LogicGat會對應到上面那個 Bulling expression A跟B的Nand 跟C跟D的Nand 它們兩個的結果呢 在一起做Nand OK OK 好那這一個式子呢 其實可以簡化 怎麼簡化呢 你先把這個圈圈 往後推 這個圈圈跑到這裡來 圈圈跑過來呢 這個and要變or 這個圈圈沒了 然後這個圈圈跟這個圈圈可以消掉 這個圈圈跟這個圈圈可以消掉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樣會變成 A&B A&B C&D OK 把它簡化成這樣 就可以把這兩個圈圈圈都拿掉了 變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呢 這兩個式子呢 其實是等價的 OK 這邊可以用Demo跟Low 像Apply 兩次的 Apply Demo跟Low 就是說 我們如果用Expiration來講 我會把 AB的Nand 變成 應該不是這樣算 從外面這些層會比較容易 這一坨跟這一坨的 And的Nut 會等於 這一坨跟 這一坨的BAR 跟這一坨的BAR 所以它會變成 ABBAR的BAR OrCD BAR的BAR 然後這兩個BAR就會消掉 所以變成AB OrCD 我剛剛差不多是這個 推圈圈的感覺 我把這圈圈往後推 然後這兩個圈圈消掉 這兩個圈圈消掉 就是這兩個BAR消掉的意思 OK 這Demo跟Low的一個應用 你一直用Low去GAS 推圈圈 或者用上面的代數的方式 基本上 畫這個推圈圈很麻煩 雖然視覺上看起來很容易 可是實際上 自己要畫的話 還蠻複雜的 所以 通常我prefery用上面的BAR 來處理它就好了 OK 這我們剛剛講的 把剛剛那個 前面的圈圈往後推 And變成Or 中間的圈圈就可以 復復得證消掉 就變成沒有圈圈 就可以把它簡化成 A B O C D OK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方法看起來蠻複雜的 那你可以呢 想辦法 我們來 視覺化看一下 我不太想畫它 這是我們的 本來的Bulling Inspiration 反過來講 你能不能寫出這個Bulling Inspiration 這個 用根據這個Logic Gate 我問你這個Logic Gate 所對應的Bulling Inspiration 像什麼樣子 這能力可能也要有 我給你一個Bulling Inspiration 你要能夠畫出Logic Gate 我給你一個Logic Gate 你要能夠畫出 寫出它對應的Bulling Inspiration OK 我寫這給大家看 這邊是A A Or B 的Bar 這條線上 跑的是A Or B的Bar 那這個結果 再跟C 做End 這個 再去End C 然後再Bar 這個結果 再去跟D 做End 然後再Bar 所以Y會等於這個 如果它寫對應的Bulling Inspiration 大家就這麼醜 OK OK 好那你 可以想像的說 一定很容易簡化 利用Debull跟Roll 一層一層的進去 相當於 我們現在用推泡泡的方式來看它 所以我們就把前面這個泡泡 這個泡泡往後推 這個泡泡往後推 就變這個樣子 對不對 End 變成All 然後再來呢 這兩個是不是就可以消掉 OK 我們就可以把它消掉 那消掉 OK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一個 圈圈往後推 基本上就把所有圈圈一直往後推 那能夠消掉就消掉 消掉就不用推了 那這個沒辦法消掉再往後推 然後 Or變成End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消掉的 所以最終你剩下什麼 A bar B bar End 然後呢 再去跟C呢 做End 然後呢 再去跟D bar 做Or 所以得到下面這個 OK 這是Apply Demo跟Lo之後呢 我們就從剛剛這個 很醜的這個形式呢 變成下面這個形式 所有的圈圈都只會出現在輸入這一邊 我覺得我輸入要不然是A 要不然是A bar 要不然是B 要不然是B 要不然是C 要不然是C 要不然是B 大概會不會出現 大概是這樣 沒有把所有圈圈都往後推 我推到最前面來 OK 好這是D模跟Lo的一個應用 OK 好我們說證明兩個函數相等 或是Equivalent等價 用代數的法則證明是一種 另外一種呢 就是用TrueStable 我們剛在證明D模跟Lo的時候 我用過一次 我用TrueStable來證明D模跟Lo是對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來談一下TrueStable 以及怎麼樣TrueStable 來證明兩個函數是Equivalent OK 好我們講的TrueStable呢 基本上就是函數定義的方式 是Bulling function的定義方式 對應到就是所謂窮舉法 我把所有可能的輸入 對應的輸出都列給你看 就是TrueStable 真值表 中文叫做真值表 所以TrueStable呢 是一種定義Bulling function的方法 好 好 那我要你畫出呢 NOTX或Y的TrueStable 那好 這TrueStable 畫TrueStable其實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能力 不管是這門課 或者以後你們上數位系統設計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 能力你要有 那TrueStable這邊 是兩個函數的Bulling function 所以我有四個可能性 001111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做啦 如果你覺得直接做太麻煩了 沒有那麼直覺 我們就一步步來 我們先做NOTX NOTX就是把這一行 Complement 所以0011就變成1100 對不對 這一行是0011就變1100 然後OORY就把這兩行OOR起來 只要任何一個1就會是1 所以是1101 好 這個就是這個函數的TrueStable OK 他告訴你呢 你的兩個輸入 在四種變化之下呢 所對應的輸出分別是什麼 OK 這邊畫給你看 那同樣的道理 XNOTY 你也可以做 類似的 事情 你就可以得到 對應的TrueStable 這邊我們就 不去 勾輸入它 因為大概可以理解這個精神 那當然你也可以有三個變數的 這個Bulling function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Bulling function 叫做Multiplecer 這個在後面呢 基本上我們大量的使用它 非常重要的一個LogicGate 它對應的其實就是一個Bulling function 它叫做Multiplecer Multiplecer OK 它有三個input X跟Y跟S 一個輸出 我現在從用Description 就是描述 用文字描述來說明呢 什麼叫Multiplecer 這個Multiplecer呢 會從兩個輸入SY中 選擇一個 讓它變成我的輸出 當S是1的時候 我就選擇X 當S是0 S是0的時候 我就選擇X S是1的時候 我就選擇Y 所以它相當一個選擇器 所以Multiplecer相當一個選擇器 你可以想就是說呢 這個Z呢 要不然選X 要不然選Y 就看這個開關往上扳還往下扳 當S是0的時候 開關就往上 開關往上呢 這個就會變成通路 就會 Z就會等X 所以說 S等於0的時候 Z呢 就會等X 反過來講 S等於1的時候 這個開關呢 就會往下扳 然後就變成呢 Z會等於Y 所以 用S來選擇 S是一個Selector 它選擇要讓X過 還是讓Y過 就S呢 讓我的兩個輸入 中間呢 有一個呢 會變成我的輸出 我用S來選X 或選Y 所以它就有選擇器 Multiplecer 好 那 它所對應的Bulling expression呢 其實就是 這一個 我寫的這一個 Bulling expression 看起來沒有很 很直覺說 為什麼長這樣 不過呢 你如果把S等於0帶進去 你會得到呢 Y and 0 or x and 1 對不對 前面呢 任何東西跟0做and 都會是0 後面任何東西呢 跟1做and 都會是它自己 就得到呢 0 or 0 or x呢 所以 x等於0的時候 這個Bulling expression呢 相當於x 反過來講 x等於1的時候 是 y and 1 or x and 0 這個時候呢 yand 1就會是y x and 0 就會是0 任何東西跟0做 or 都會是它自己 就會是y 所以就達到上面 跟上面一模一樣的目的 對不對 x是0的時候輸出x x是1的時候輸出y 所以我們透過那個x來選擇 前面還是後面 OK 好 這是一個 Multiplexer 這個Logicase非常非常重要 特別是在Architecture的設計裡面 因為當你有兩個輸入 一起來的時候 你要在中間選一個 讓它通過 你就會加一個Multiplexer 這在Architecture裡面 會常常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會需要Multiplexer 好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TrueStable 來證明說呢 這一個選擇器 確實可以 這個BullingInspression 確實可以達到選擇器的 所描述的那樣的Spec 好 那 我想我也不花時間去勾輸這個TrueStable 我想它會八行嘛 對不對 因為你有三個變數 X Y跟S 那每一個都可以在0跟1之間取值 所以你有八種可能性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八行的TrueStable 然後把每一行呢 對應的結果把它弄出來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滿足了 S等於0的時候輸出X S等於1的時候輸出Y 這樣就好了 OK 好 這是一些TrueStable的例子 那接下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在世界上有多少個 2Variable的Bulling Function 這個問題呢 乍聽之下很奇怪 如果你不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的話呢 我反過來問你 如果X跟Y呢都是時數的變數 那這是世界上有多少個 兩個時數變數的函數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嗎 那無限多個 對不對 因為你有很多種不同的操作 所以你理論上可以寫出無限多個 Expression啊 比如S平方加Y平方 3S平方加2Y平方 9S平方加SY 對不對 所以 兩個Variable的Function 如果是時數的變數 就無限多個 這種函數啊 那我現在反過來講 如果SY都是Bulling Function 那世界上有多少個 2Variable 或2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從Bulling Function的角度 如果要看也是無限多個啊 雖然我說and or not 可是我可以做任意組合啊 對不對 對不對 X跟Y跟and or not 而且SY可以重複出現多少次都沒問題啊 那Not也可以隨便用啊 所以你給我任何一個Bulling Function 後面加上一個Not X就是一個新的Bulling Function 所以從Bulling Function的角度來看呢 你也無限多種組合 理論上會有無限多個 可是我們從Tool Stable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有兩個Input 你只有四個可能性 也就是說呢 每一個函數呢 基本上就在決定呢 這四個可能性分別長什麼樣子 那每一個輸入的Configuration呢 也只有兩種選擇 那你總共只有四個地方要選擇 你總共有只有2的四次方 也就是16種選擇 也就是說呢 從Tool Stable的角度來看 世界上只會有16種不同的Tool Stable 對2Input的Variable來講 所以從Tool Stable的角度來看呢 世界上只有16個 不一樣的Tool Stable 也就是說 世界上只有16個Bulling Function 可是從Bulling Function的角度來看 你有無限多種組合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呢 有很多Bulling Function Bulling Function都是等價的 世界上無限多個Bulling Function沒錯 可是呢 如果我們根據等價把它分成一群一群的話 只有16群 就是16種 這個結果其實會蠻令人訝異的 不過事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想想看 任何一個Bulling Function 一定可以對應到一個Tool Stable 那世界上只有16種不同的Tool Stable 所以世界上只有16種不同的Bulling 2Variable的Bulling Function而已 OK 這邊就是那16種 世界上只有這16個 不一樣的Bulling Function 你找不到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Bulling Expression 它所對應的Tool Stable 這裡找不到的 為什麼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有兩個Input 只有四種Configuration 那一個Bulling Function 就是要決定這四個Configuration 分別是1還是0 所以每一個Configuration 只有兩種選擇 你有四個Configuration 就是2的四次方 16種選擇 選擇完了之後 就沒了 所以實際上只有16種不同的Bulling Function 你甚至可以幫他們編號 根據他們Tool Stable的Output 比如說00000就是第0號函數 0001就是第1號 0010是第2號 一直編到第15號 我實際上只有16個函數而已 也就是說有一大堆函數是跟N的等價 一大堆函數跟X等價 一大堆函數跟Y等價 那這裡面這些函數 有些函數是有直覺的意義或是名稱的 比如說00000這個函數叫0 因為他always輸出0 那111這個函數就叫1 因為他always輸出1 那0001這個函數就是AND 然後呢 這個0011這個函數就是X 依此類推 你有X 有Y 有SOR 有OR 有NOR 有Equivalent 就是等於 就是說當X等於Y的時候會是1 S不等於Y的就會是0 然後S'Y' 剩下的函數可能沒有直覺的 一個函數的名稱 不過不管怎樣 這個世界只有16個 2-input的函數 原因是因為呢 TrueStable只有16種 那只要TrueStable一樣 基本上是等價的 即使你BullingInspiration 長得天花亂墜 他們兩個呢 最後呢 只要是一樣的TrueStable 他們就是同一個函數 因為他們功能一模一樣 你給他一樣的輸入 他就給你一樣的輸出 雖然他們BullingInspiration 可能長得很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呢 本質上就是同一個函數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16個函數 好 基本上來講 那世界上有多少個3-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3-input有8種configuration 所以在每個Bulling Function呢 就是在這8個位置呢 分別填上1或0 所以每個位置呢 有兩種選擇 你有8個位置要填 2的8次方 256種 所以世界上只有256個unique 的3-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好 基本上來講 一個n-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世界上有多少個不同的n-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n-input的表示呢 這個TrueStable呢 有2的N次方種可能性 那每一個位置呢 有兩種可能性 所以是2的2的N次方 所以世界上只有2的2的N次方 種不同的n-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OK 好 這邊呢 就是根據TrueStable 我們其實得到一個 滿令人驚訝的結果 世界上原來只有16種不同的Bulling Function 這在其他的這個代數裡面 是很少發生的 那從Expression的角度來看 從Algebra的角度來看 你應該會看到有無限多種組合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你有那麼多的加法 and or not s跟y 你隨便亂組 就產生一個不同長相的Bulling Function 只是一些不同長相Bulling Function 其實很多都是等價的 根據他的功能分類之後只有16種 大概是這樣 因為TrueStable只有16種 OK 好 那我接下來是告訴你呢 這個TrueStable 你只要能夠給我TrueStable 我就一定呢 可以根據呢 一個Procedure 寫出 這一個TrueStable 所對應的 Bulling Function 而且這Bulling Function裡面呢 只有and or跟not OK 我再講一次喔 就是說你只要給我一個TrueStable 不管這個TrueStable怎麼填 你亂填都可以 你反過來講就是說 我如果給你一個TrueStable 那你亂填 你不敢保證呢 你能夠找到一個函數呢 能夠realize 這樣的TrueStable 就你不見得敢保證 你一定寫的出來 一個Bulling Function 能夠呢 realize這樣的TrueStable 對不對 我們舉個例子喔 就是你如果這個例子 就是在Bulling的世界裡面 你不能夠理解 你去想想看 real world的這個時數的世界好了 假設呢我這個窮舉 一個函數給你 告訴你這個函數 所有的可能性 對應的輸入跟輸出 我要你去找出呢 這個窮舉表示法 所對應的代數表示法 哪一個代數形式 可以對應到這個函數 通常很難啊 你不太容易做到這件事 可是在Bulling的世界裡面呢 有一套規則 叫做呢 Song of Podar rule 你可以根據Song of Podar rule 只要給你TrueStable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BullingExpression 而且這BullingExpression裡面呢 只包含AndAll跟Not 我們先不要管說這件事怎麼做的 如果這件事成立表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Bulling Function 都會對應到一個TrueStable 而世界上所有TrueStable 都可以用AndAll跟Not 建構起來 表示什麼 只要有AndAll跟Not 你就可以表示世界上所有的Bulling Function OK 所以我們說AndAll跟Not呢 是Universal 也就是說 你只需要AndAll跟Not 你就可以建構世界上呢 所有不同的 世界上所有的BullingExpression OK Bulling Function 只需要AndAll跟Not 你就可以建構世界上 所有的Bulling Function 不管它本來再怎麼複雜 OK 原因是因為呢 任何一個Bulling Function 一定會對應到一個TrueStable 而我告訴你有一個法則呢 就商我破大入口 可以把一個給定的TrueStable 寫成只有AndAll和Not的Bulling Function OK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今天可以沒辦法 告訴你這個商我破大入口 不過這個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做所謂 數位設計或邏輯設計的時候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則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會根據Spec 畫TrueStable 根據TrueStable把它寫成 這個Bulling Function 然後呢 再利用一些法則呢 去簡化這個Bulling Function 最後呢 把這個Bulling Function 用LogicGate呢 把它實作出來 它就變成一個可以運作的一個電路了 那這個電路呢 可以實現呢 某一個很複雜的Bulling Function 而這些Bulling Function呢 就是我們電腦呢 裡面所有功能的基礎 我們電腦裡面所有功能呢 都可以透過Bulling Function來達到 我們電腦裡面只有0跟1 透過0跟1的操作 來realize 很多很複雜的功能 OK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以今天上